高学历的这个留学生 可是近年来呢 就是从中国 至少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 有这个低龄化的这个趋势 那么很多人是本科 大学本科 甚至是高中就来就学 那么您认为这种低龄化的趋势 对于留学生带来什么特别的挑战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现在家长呢 都把小孩送出来嘛 他们觉得说在国内 学的竞争压力太大 那假如说他们 这个财务方面 还觉得可以的话呢 他会觉得 希望把小孩送出来念书 他们觉得说 那晚送不如早送 我觉得在美国 所谓的great school 就是所谓的中等教育 就是说初中高中的教育 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过程 对一个人的 一个整个的 culturalization 我们就说这个社会化 或文化的这个 熏陶的过程中 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为什么呢 当我们人20岁了以后 我们很多的思考方式 或行为啊 习惯都已经蛮固定了 但是在你十几岁的时候 你丢进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尤其在美国的这种初高中 你每个人都希望 说我们大家都越好 越像越好 所以你从一个 中国来的一个学生 你一下子来这个环境啊 你就必须要把自己 完全过去都要想办法 尽量丢掉 就像我们说丢行李一样 你就一个丢一个丢 然后就开始顺应同学们 到底他们喜欢什么 他们穿什么 所以就这样去改变 所以我接触到很多 这样的学生啊 就是他们后来 念玛丽兰大学 我发现说 他们好像非常的美国化 美国化的程度很高 很高 而且呢 他们好像就是说 所谓的我们就说 就叫做两边人啦 对 因为中国留学生 如果来的时候 留学生你是念研究所的话 你基本上 你是在中国圈子里面 你食衣住行 吃东西绝对都是 绝对都是喜欢 跟中国的有关的 那这些小留学生来的时候呢 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改了 他就想要吃美国食物 然后穿衣服 听的音乐啊 流行文化这方面呢 完全都比较美国化 不过我们也看到很多 就是关于这个 所谓低龄学生 比如说高中生 他们因为 适应能力比较差 就是生活上的 自我调节的能力比较差 那出问题的 好像也蛮多的 对 那个年纪啊 青春期嘛 特别容易是 尤其就是来的时候很孤单啊 假如说没有交到好朋友啊 交到不好的朋友 那很可能会被带坏 那我们也有人讲说 在某些中国人比较多地方 比如像加州啊 南加州那个地方啊 这种学生特别多 那有些人就变成说 你买东西啊 或者是说变成物质化的倾向 都有 所以这个家长要很注意 那如果说比如说 我是一个中国的家长 那么我在考虑 是不是把我的孩子 送到美国来念书 或者是到加拿大 或者等等其他国家 那么你认为 要用哪些标准来看一个孩子 是不是准备好了 能够自己到外面闯出一片天呢 要有哪些 你觉得是哪些方面 家长可以作为一个指标来看 我这个孩子 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美国毕竟是一个外向的文化 那假如说你的孩子 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很内向的小孩啊 很退缩的话 我觉得你可能 不要那么早把它送出来 因为它的适应会有问题 那假如说这个小孩子 本身是非常的主动 很积极 然后很会自己找机会的啊 爱表现的小孩 我觉得美国环境 是对他们讲 是很适合的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也有一个比较常见的 现在对于低龄的孩子 就是陪读的现象也很多 那么比如说父母中一方 陪着孩子到美国来念书 那么就专职的 照顾这孩子 那一般陪读的孩子 是不是适应的要好一些 或者是比较好 因为至少家里面有妈妈在 通常都是妈妈陪读嘛 有妈妈帮忙啊 或者说照顾生活起居 而且也知道 这小孩子有没有交坏朋友啊 这些关心啊 这些事情 那都是对小孩子 心理上的稳定来讲 是 差很多 好 我们刚刚都是在讲 校园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 再转到职场 我们知道呢 就是在美国的华人 实际上就是说 绝大部分 在美国来留学的人 实际上都是 最后都是留下来 在美国生根 然后买房子 找工作等等 那么很多人呢 还是觉得有这种 所谓就是不能完全 融入美国文化的 这个 这种感觉 就是虽然他们做出 主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那你觉得他们欠缺的是什么 或者是他们 错失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人 常常 这是我常常听到中国人讲的 就是说 跟着美国文化 没有办法融入 主流社会 所谓的是主流 我觉得这是自己的 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 我们中国人平常的事情 就是上班下班 回家 然后周末去买菜 要不然就接送小孩 去玩 就是这些 很基本的一些生活 然后对于 就是说社区 美国文化活动 政治活动 社会活动 各方面都是 几乎都不参与的 社区服务方面 我觉得尤其好像 亚裔都不太积极 所以说我觉得 该怎么样 打入美国主流社会呢 我是有几个建议 第一呢 其实很容易 第一就是 第一 你先当义工 志工 你比如说这个美国 这个非常强调 说大家投入时间里面 去做一些 不给钱的 不给薪资的 这种工作 你只要一个礼拜 做义工 你可能周末嘛 去做一下 你就发现说 你可以跟 那个社区的 可以接触 然后第二就是呢 参加你所谓的 专业的协会 比如说你若是 工作的人呢 你就去参加 你的专业协会 然后尽量在里面付出 他们就会选你 当里面的干部 这样子你就参加 然后第三呢 就是说参加一些 跟你兴趣有关的一些 社团活动 不一定都要在 中国圈子里面 那你说美国人 喜欢自然活动啊 大自然 那你就去参加啦 户外的远竹啦 对他们有所谓的 雾营啦 还有所谓的去划船啦 这些都很好 下棋呀 这些 还有就是美国教会 我发现就是说 不一定要完全参加 中国教会 美国的教会 也很好 然后呢 还有所谓的 有小孩的话 那小孩子念书的时候 所谓家长会 学校家长会 参加PTA 你看我们中国的小孩 在美国的中学里面的 比例这么高 可是家长 很少去参加 这种所谓的 家长会的一些活动 还有呢 就是最后就政治活动 我觉得美国这国家 就是所谓说 会叫的轮子才点油 那你都不参与 都不出声的话 那当然别人忽视你嘛 没有代表你的声音的 对 别人觉得就觉得说 你们是所谓的 隐形的少数民族 看不到的 好 谢谢您提的这些建议 那么接下来 我再接一位 湖北的李女士的电话 湖北李女士您好 你好 您好 很多人送孩子 出去读书的原因 有一个就是 在我们自己读书 你这考题的答案呢 圈得太死板 在外面呢 就感觉到 他们说 在外面那个 可以准起学生 有不同方向的思维 也就是多少的思维吧 好像比较灵晦点 让孩子了以后 变得灵晦点吧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 那边有没有课呢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 政治课呀 政治课 这个比较有意思 比较有中国特点的一个问题 好 谢谢您 后面的李女士 我想我们是没有这种课的嘛 对 没有政治课 这位女士 她还会 对 她还说到很多的这个 中国家长 想把孩子送到这边 也是恰巧考虑到 美国的文化 比较鼓励这个独创性 还有孩子 有不同方向的思维 而不是说好像 考试就是一个题 一个答案 美国的很多都是 好像考试 你也知道 是不是很多都是 开放性的这种 对 你如果能够支援其缩就行了 就说你说的有道理 对 对 我们知道呢 就是说 在美国呢 其实也不光是在美国的中国人 我觉得就是说 在美国的亚裔 可以说是 都很多人都是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我觉得跟中国 我想请你讲 就是跟中国这个所谓家族文化 就很多人到美国来 都是好像背负着 一个家族的这个众望 那么呢 来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你好像 应该能够闯出一片天 因为好像很少听说 在那边混不下去的人嘛 就经常说 你能不能谈一下 这种文化给这个孩子 或者是成年人 带来的精神压力 对 我们这种就是 我们这种私心